吴韩慧延期韩国瑜判18号访美回来后再见面 2020总统大选国民党党内初选竞争激烈 党内太阳包括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 迪西北市前市长朱立伦 都卯足全力争取参选门票 但党主席吴敦毅不放弃特邀 高雄市长韩国瑜参加党内初选 吴敦毅原本敲定吴韩慧要在4月5号举行 但韩国瑜想等访美结束18号回台后再见面 不过对于王金平和朱立伦不满初选制度 一变再变 吴敦毅也说已经安排好要跟两人见面 王金平院长还有朱立伦市长前主席 我们也都分别安排在7号跟8号 我们不会所谓直接或者不直接 反正征召有不同的形式 我们会选择最公平跟所有参与初选的人 都能够很公平 我的立场就是如果要征召韩慧市长 就大大方方的读到我全力支持 我们全党团结一致 如果最后是要出选 那就是公公平民的提选我全力 两个全力 一个全力支持 一个全力 不过就在2号晚上 韩国瑜和王金平两人已先会面 虽然王金平强调他们是谈高雄投资 没有谈选举 但王金平在去年九合一选举 卖力帮韩国瑜复选 韩国瑜这次是否会助王金平 以致力外界都十分关注 听众心台报导